小时候老爹酷爱喝酒 每次喝醉后谁都不服 就服强 有一次服的是猪圈 老妈去喂猪的时候 才发现她在圈里睡的正香 为此和老妈争吵多次 无待只能将打来的酒 灌在毯子里 藏在香黄的柜子下面 每次馋酒的时候 就偷偷的去喝几口 那天我和铁蛋在院子里玩球 我俩正玩的起劲 这时铁蛋来了一记大力金刚锤 就听荒郎一声香黄的门 被球给撞开了 足球也滚了进去 就听香黄里叮叮光响响了几声 顿感大事不妙 跑到香黄一看 原来是足球撞翻了 放在桌子底下的瓶瓶罐罐 还有老爹装酒的毯子也翻了 毯子里的酒撒了一地 这要是被老爹发现了 还不得送我一顿皮带炒肉啊 正不知该怎么办呢 铁蛋说不用怕 我家里有酒精 那个浸透足 换进去不都一样吗 心想这主意不错 当即就和铁蛋 去他家里拿了酒精 就在我俩刚把酒精 灌在毯子里的时候 老爹走了进来 我和铁蛋当时就愣住了 看到我手里拿着毯子 因为我们要偷酒喝 上来就要救我 铁蛋看情况不要 早就跑没了 只留下我 独自承受痛苦 等老爹咋累了 还告诉我 待会有亲戚结婚 带我去吃喜酒 吃完就把酒毯子 抱起来 吞吞吞 喝了好几口 然后老爹就准备 骑着自行车 带着我去 我担心老爹 对酒驾驶 就劝老爹走路过去 老爹直接就毛了 说几口酒而已 你怕个屁 看老爹黑着脸 只能乖乖的爬上车子 一开始老爹骑的还挺稳 但骑到半路久近 就上来了 车速也越来越快 只见老爹摇头晃脑的 哼哼唧唧 时而嘴叫两声 时而扯着嗓子 唱一两句 我当时怕极了 舌死的抓住车身 生怕出什么事 在一个斜坡上 我害怕的事 还是发生了 车子被一块石头顶了起来 我和老爹 直接就被甩飞了 车子摔得四分五裂 我和老爹 也一头栽进人家坟头 胆小的我 当时就吓尿了 一阵凉风吹过 老爹酒精 露上头了 直接把人家坟头的花圈 扛在了肩上 嘴里阻挡着 要送给新娘子 见我没事 又看看破烂的自行车 直接提着我就往新郎家走 过了好久 终于到了新郎家门口 院子里人满为患 异常热闹 老爹和我进来的那一刻 大家都愣住了 只见老爹晃晃悠悠 丝毫没有在意任何人的眼光 扛着花圈就往前走 那大大的垫子 犹为刺眼 老爹直接就奔向新娘 抱着花圈 担膝跪地 深情地望着新娘 What are you are you are Do you love love me 这老灯直接就标出了他的散装英语 当时空气仿佛都凝结了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天晚上老爹是被一群大汉抬回家的 从那以后老妈就接管了财政大权 老爹自此后再也不敢喝酒了 人 tahskin 人 也不敢喝酒